这个长腿欧霸李敏浩访问香港 他最近赶拍电影啊 代言活动又满档啊 常常当空中飞人 造访两岸三地 下个月四号 就是再过几天咯 他要来台湾出席代言活动 但是昨天先驯风防港 吸引了超过两千人 涌进见面会 跟李敏浩玩游戏啊 合照啊 抱抱啊 帮他过生日啊 李敏浩还让粉丝大方的 跟他玩喂食的游戏 真是赚足了粉丝的心 华丽灯光秀再加上粉丝 停不下来的尖叫声 为了迎接长腿男神李敏浩 香港品牌活动 完全是演唱会规格 大阵仗迎接 而欧巴也不负众望 一开口就超sweet 事实上凌晨抵达香港的李敏浩 从一下飞机开始 就在500名接机粉丝面前 展现亲切风度 不但送上招牌笑容 还一一握手 到了活动现场更大方 让粉丝们亲切喂食 哇 更高滑的来情 香港媒体直言 李敏浩和四月防港 面无表情的金秀贤 比起来 肯玩游戏不停爆粉丝 亲切度明显大胜 李敏浩靠着韩剧继承者们 高富帅形象通吃全亚洲 不但在香港出行活动造成互动 他在大陆广告拍不停 只是赚的越多 回到韩国 税也要缺更多 不过这些吸金功力下下轿的韩流艺人 将成为南韩政府的优惠对象 包括宋城县和志愿和金银儿在内 未来三年在南韩出入境 可以在机场快速通关 也成为大流星替南韩专卫会 最直接的奖励 记者送我到